因为你也充电完了嘛 你也想过自己想要什么了 那你现在给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呢 会觉得MBA就是各种social 各种party 其实事实上是完全相反的 你既然已经在这边读了书 我觉得你是可以尝试一下 体验一下在加拿大的生活和工作的 那你看你在国内的大厂工作过 然后在这边的这个银行也工作过 然后又在这边生活了这几年 其实这个节奏的变化是非常快的 一个是就非常大的 一个是特别快 一个是特别慢 加拿大就隐慢而出名了 那你这个有没有考虑过 再回到之前那种状态 因为你也充电完了嘛 你也想过自己想要什么了 那你现在给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觉得当然有考虑过 其实我在 其实我们MBA的两年还是节奏挺快的 就是压力很大 学业上的压力很大 就是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种 也不是说不是我想象 就是大家可能会对MBA会有一些误解 会觉得MBA就是各种social 各种party 其实事实上是完全相反的 就你自己也知道 就是我们特别第一年的时候 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时间是泡在图书馆 对 就是然后学业上的压力很大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学过 像金融啊 还有康天啊这种课 所以我需要花很大的时间在学业上 然后第二年其实也有很多的压力 比如说 实习的压力啊 掌握过的压力啊这些 但是我当时其实是没有太确定说 我读完了以后是要在这边还是回国的 我当时其实是一个很open的状态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不管是你在这本科也好 还是读完研究生也好 很多 很多其实朋友都是想着 那要不咱回国 对吧 国内机会多 然后发展的快 还有一部分就是说 那我干脆先留下来 我先看看 对吧 我先找个工作看看 那你 你现在这个怎么说呢 你现在是完全准备留下来吗 还是说依然 有准备回去的打算 没有 我其实 一直还处于一个 比较open的一个状态 就是 我之前这个 我现在的这个工作 其实是毕业以后 毕业之前就拿到了offer 而且完全没有在我的计划之内 然后是一个校友 就是还没有毕业 然后 对 就公司就赢给你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当时 在毕业前后 我其实当时也有想过回国的 对 因为当时是没有确定说 是要在这边还是回国 但当时觉得就是 可能在这边 是不是找工作会更难一些 国内机会会更多一些 但那个工作就是 那个offer就是很 就很顺利的就拿到了 而且当时 那个校友 其实是那个 那个校友跟我聊 他说 你其实想回中国 你任何时候都要回去 都可以回去 但是 你既然已经在这边读了书 我觉得你是可以尝试一下 体验一下在加拿大的生活和工作的 所以我当时觉得 也很有道理 就是 我也没有在国外的工作的经验 所以我也很想 其实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就是也很想 去探索一下 很多传统行业 做互联网转型的一个方向 用互联网的思维去做传统行业 其实就是我现在在做的金融线上化嘛 其实就是金融行业想要做 就是怎么结合线上的这个方向 所以也是我很想去尝试和探索的一个领域 所以我当时就决定先在这边工作 对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是没有说 我很少去给自己做这种限制 就即使我原来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时候 我也没有限定自己说 我一定是在北京安定下来了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比较open的一个状态 是说根据我自己 对我自己个人发展的一个需求 然后来看 就是如果 对 如果说 就是我对于后面的 我自己的发展 就是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然后又看又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这个机会也许不在加拿大的话 我可能也会选择 就是去新加坡 对对对 其实我感觉你现在状态真的非常好 就是说 就是你有选择的一个权利 就是你 就是你不管是从能力上也好 还是说从 这个状态上也好 如果说有一个更好的机会的时候 你是有信心 或者是你是任何时间 你都能去做这个决定 就我现在要抓住这个机会 而不是说有时候 可能 就比如说 压力太大呀 或者是这个有房贷呀 whatever的 就是有时候 我们都会做一些妥协 但你现在 你的状态 我本来还是非常好的 你就是 应该是属于比较自信 比较独立的一种情况 对 我有房贷 但是 但是我觉得 就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可能跟我自己个人的性格有关 我不觉得说 就是房子或者什么东西 会对你有 就是有这种限制 我觉得说 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你去任何地方 你都有就处理的办法的 对 就是我不觉得说 它是一个限制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当然我也很 我也我也很理解 像我在国内的很多朋友 他们可能 比如说他们结婚了 已经生孩子了 他们可能就很难 即使他们想重新出来读书 他们也会这个决定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了 那就是他一个家庭的一个决定 甚至是两个家庭 对对对对对 所以对这一点上 对我倒是 现在可能会处于我觉得我可能会处于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多的顾虑的情况 那种束缚的一个一个状态 所以我会更关注说我自己对于后面的发展是想要一个什么方向 但我觉得更关键的其实不是一些外在的一些因素 就是说你对我觉得更关键的是可能很多时候你没有你不知道怎么做决策 是因为你自己可能还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想法和方向 就像我那时候我可能在比如说我在工作第五年的时候 我可能就有想就是读书的一个想法 但是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想的很清楚 对 就还不知道说还没有很确定说MBA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什么项目是不是更适合我现在这个阶段的 但是到我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探索以后 可能到六七年的时候我就很明确了 就是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就是去让你自己去摸索出来 你自己真正觉得自己想要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 就是你现在感觉你就是我们就单纯对比加拿大现在工作和国内当时的工作 那你更喜欢哪种状态呢 我觉得工作状态来说的话 我现在当然很就是我其实是很喜欢我现在的这个工作状态的 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工作状态是相对来说肯定是比原来的那个整个行业的环境要更稳定一些 这个稳定是在于说我可以在我想专注的focus那个方向去长时间的去做 就比如说我是独立的去要负责一块业务 然后我是可以跟着这个业务不断的在就是成长 然后我是可以看到我的所有的就是我的所有的想法付诸了实践 把这个业务从一个之前的状态然后慢慢的让它 从零做起来 对对就是这是一个很连贯和一个持续的一个积累 但是原来的在互联网的时候 那个积累是不一样的 就是那个时候是会更多的你可能一年之内 你要面对面临三次的业务的转变 然后你每一次你都需要把那个业务从零到一带起来 就重复造车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又同时是接触的其实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方向 对但现在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就是金融就银行的这些就是业务的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然后我自己的很多的规划和想法 就是完全我自己能够独立的去把它就是 就是看到它的很多的成果吧 就是这个状态首先这个状态是一个相对来说 更有自主性更有胜任感和更有成就感的一个一件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工作节奏来说的话 肯定是现在的这个节奏会比原来的 对原来很多时候就是会更 身分有几 就是其实也很能理解 就是在互联网环境里面 那个不管在哪个层级 其实都是很很多时候你是处于 就像我说的被动要去追风口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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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那种自主性会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强 明白那从你看啊 其实你就是你代表一就是很大一部分想 就是在国内已经有啊已经有积累了这一部分的人的一个 就你可以代表他们的声音 然后嗯那我们从从薪资上如果去对比 你认为加拿大跟国内就是比如说你大厂的那段经历比 你认为够compatible吗 呃如果你要就算上所有的package 加拿大如果你要跟互联网大厂来比的话 那肯定是不够的 对对 就是你肯就是如果你纯从薪资上来说的话 呃还是那个大厂多大厂肯定是会呃就是那个整个的package会更更多一些 但是呢 但是呢就是呃要算时薪 ok我我接下一个问题讲说我说如果爱时薪 对对那还是对 对就是其实我没有仔细算过了 但是我觉得呃时薪上来说的话肯定是对这边会这边会多一些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想跟国内这个观众朋友们说的一点啊 就是呃国内一定是发展快的 这个毋庸置疑加拿大是一个比本身就慢 然后再加上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呃发达国家呃 整个这个社会的体系啊包括说工作的环境都非常的稳定 他就是慢那慢的话发展就他也就慢呃 然后跟国内的那种机会比其实这边因为变化少 所以说你机会也没有那么多 不过是呃就是我们回到这个整个工作状态来说 他还是有自己的优势如果大家不是说特别喜欢天天打鸡鞋 国内我感觉这个呃 因为我觉得我的不是很有代表性 因为大厂互联网大厂的薪资一定是不会比其他的行业要高的 所以我我无法去说就是其他行业的都在国内的一个从业者的话 他们呃如果到这边来 这样一个比较我我是没法对对但这一块就是说有一点是什么有一点是呃 加拿大是税高然后加拿大是可能工资没有呃 没有美国高或者没有咱国内的这个大厂高 但是按从实习来算其实还是有竞争力的 因为你就朝九晚五然后工作稳定 周六周天甚至连上级都不想加班 下班比咱都早 对所以说从如果是折算成实习的话还是蛮OK的 而且我也知道很多呃如果说等说到总结来说 我认为加拿大还是给大家了更多的一个选择权 你如果想多赚点钱你可以做一个副业甚至换句话说 你朝九晚五你感觉OK 这个工作的呃工资可能不够 然后我想多赚点钱买包包或者是呃养一辆车什么的 你甚至可以去餐厅 我是推外我说去餐厅做服务员做一个part time job 那你呃这个从实习上来说你的工作小时一个一个full time 加一个part time 其实跟国内的full time可能是差不多的 因为国内听说要996啊对吧 嗯对其实呃我觉得国内就是互联网其实是呃他的薪资会比其他的行业要高 但是他的工作强度会也会比其他行业要高很多要大很多 对呃对所以呃我其实我觉得就薪资的话我我没有特别不是很具代表性 我觉得对这个可能总之就是人家在国内穿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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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看每个行业就大家可能会需要去比较一下 对国内你觉得说是国内在这块的就是薪资更高一些还是说在这边 就但是我觉得呃更多的我是觉得更多的可能啊不是说仅仅就是当你选择一份工作和选择在哪生活的时候就薪资不是一个最就是最主要 当然他很重要但是其实就是差别个就是一两块钱这种我觉得就他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一个问题 嗯就是我觉得更关键的是说你自己希望自己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嗯就是呃在这边的一个一个状态是说呃工作生活可以平衡的这个状态是说我工作之余 我还有很多时间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这个其他的事情其实包括说比如说你呃有的人可能会喜欢呃 你喜欢做饭的啊或者有很多你自己兴趣爱好啊你可以有时间去做 然后比如像我的话我可能平时也比较就比较喜欢就是一定要有运动的时间要有看书的时间 嗯要有写东西的时间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我现在在我工作之余是有时间来保证我去做很多这些事情的 嗯而这些事情其实你说呃就是他重要吗我觉得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嗯而且就是呃如果就是你也不能说他是说能带来什么经济回报但是我觉得谁就是他也不一定就是他也许可以是在我本职工作以外去探索出来我的另外的一个职业发展的方向 嗯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呃是一个就是呃我是认为对个人来说是更重要的那我原来就把这个选择权给你你你怎么去支配你工作以外 的时间你来决定呃对吧我可以就是说一下我原来在北京的一个就是一天的一个那个那个工作的状态是虽然库文网公司就是可能上班也比较也比较晚大概10点钟10点半但是你早上的通勤时间也很长 嗯就是你开车也好或者你不开车也好你通勤时间都很长嗯就是你开车也堵车然后你不开车你坐地铁也也要那个就是很很长时间就之前好像是说呃北京的一个大家人均的一个通勤时间是90 五十六分钟吧嗯嗯一天的通勤时间所以就是呃时间呢就是可能很多时候会浪费在路上但我有的时候我还会因为就是呃公司在哪我可能会选择去公司就是近的地方住 对但是对有的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比如他有家的他可能已经买了房了嗯那他可能就那他那个通勤时间他是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的对对然后到就是所以所以每天呃早上的这个时间的话你你其实10点多上班但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时间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嗯然后到呃在公司可能一天的工作可能呃晚上有的时候可能晚一点可能到八九点啊嗯或者说更晚其实加班的时候呃就是加到很晚的时候就是过凌晨也是有的嗯然后我最我印象最深刻我加班加的最晚的时候是到凌晨五点 对我当时完全就是呃就是呃就是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就跟同事在那个会室里面大家都不知道几点钟了嗯然后等我走出来的时候哦我发现天都已经亮了我的妈呀就是对就就就就就就就那是加班到最最厉害就是到凌晨五点钟嗯然后平时的话呢就是好一点可能六七点然后七八点然后但是你可能回去以后也就九十点了嗯然后你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做其他的时间对然后你想 比如你想读一读书或者写写写东西你可能都没有那个心力再去做没有那个经历了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我真的我因为我我本科和那个研究生都是在就是在加拿大读的嘛然后我之前我是MBA我我提前半年毕业嘛那时候啊我就回国去体验了一下oh my god我我感觉就是我弱爆了就当时在我在广州去那个呃因为去那个韦伯英语我在里面做 我想体验一下国内的那个市场环境啊然后我我我天天坐那个地铁我要坐一个半小时嗯就是有时候堵的时候你等地铁什么都很麻烦嗯我真的我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 什么叫就是你没有你就不想说是呃周六周天的时候出去玩你就想睡觉是的因为太累了我就是你看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我是130磅我我自从回国的时候我当时涨了将近20多斤嗯然后 一发可收拾就一直到现在就就就全胖起来了我那个b站的我还放了一些呃我老的一些视频然后我压力对就压力因为你吃饭不规律啊然后你天天这个上下地铁那种状态就感觉不是特别就生物中全乱掉了 而且我那时候还on call就如果说我们那个center没有人的话我就要立马过去然后我本身又是想着说既然回国体验我一定就是我要坚持下来对 anytime反正我都过去我就抱着学习的态度虽然最后也学到很多东西确实确实发现国内这个你怎么说套路也好啊然后管理模式也好都都有很多学习之处 但是真的他把你的整个状态给打乱了嗯也有可能是我在国外当时待的时间太久了但是确实是呃回去以后感觉整个人就是不是不是特别好对然后后来还是觉得对于人的消耗很大对消耗很大你每天呢你你就是一直在担心会不会有老板会给我发短信然后我是不是又要回去了然后我陪那个陪朋友比如吃个饭可能突然就来了个电话 感觉就天天那种on call的状态会会让人很很nervous很紧张然后从出勤呢到这个嗯到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啊怎么样的可可应该也不是自己矫情但确实是更喜欢加拿大这这一块多一些对当然这个国内这个有机会的话也是open的一个状态想去回去呃多体验体验多看一看但还是说确实人到了这个年纪呃会发现自己做任何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一个 嗯就有时候你不太会就后悔也没有什么用或者是你也不太会去衡量利与弊更多就是我喜欢啊你去有有些人他愿意花这个一万刀去买这个爱马仕或者花再花更多的钱去买配货有些人可能就背一个coach啊背个guess啊或者是书包啊他就很开心那你说到底是谁对谁错其实我感觉我们也不care谁对谁错就是他舒服他有这个能力他去做就行嗯对呃更多的其实 如果真是说在这边的一个状态我比较喜欢就是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权然后我做任何选择的时候没有太多人会诈着我啊对这也是对我觉得这边的社会一个很很典型的一个就是我我感受到的就是这边不会有那些就是从你个人生活的角度来说不会有那些在国内的那种压力吧就是嗯就是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你希望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没有人会诈着你就你你完全 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来然后大家彼此之间也都是很尊重每个人自己的这个选择对就是这点我觉得是但是就是相对来说跟国内会有不同的一点就是对对